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整谢皇宝 谢皇宝的故乡谢宝王 都放不下了 很大一个 因为就是家里边那个电视机开放格 我特别想把它填满 然后想来选去 还是选一个大玩具 人记轻轻 盘下海底大餐厅 今天吃谢皇宝 明天更翻领导 Type A Type B 适合极脾气的大玩具 我本来以为这个没有那么难 我看它铃带都挺大的 谢宝王餐厅是比其宝最知名的餐厅 号称七大洋里最美味的餐厅 为无数食客提供了真正一流的美食 谢皇宝 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的还原了 我感觉拼完这个 可能要去直化了 像感冒冲剂一样 我吃感冒冲剂 喜欢倒进嘴里胶 光腿神器真的很low吗 我一直以为光腿神器提不上去 是我的问题 我又买了加肥的 加大的加厂的 就以前的时候 我后来发现提不上去 是所有穿光腿神器的人 都面对的问题 光腿神器做成 很容易提上去的样子 是很难吗 而且为什么光腿神器 都要做得那么短 穿上去之后脚趾头 是这样的 你穿挂甲的 你那个脚感觉要从中间被切断了 我发现这个东西要是 把全部的这个录制过程 都录下来的话 手机内存可能要爆炸 我跟你们讲这些东西 很简单的 你要说明书有说明书 要材料包有材料包 都分好讯号了 就这样咔咔一拼 根本拿位不死人 两分钟 拼得这点 小猫小猫你快看 小猫 小猫 你快看 小串好了八万 你看 你看它有轮 它会滑 你不能碰 昨天晚上拼到十点多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物料包 我感觉自己不像是在玩玩具 像是在给场里打工 今天继续来拼 这是昨天拼好都摆在长头了 派一大新的王座 海绵宝宝的游船 不对这个是笔奇宝里面的交通工具 这个应该是一个路标吧 我们都是倒霉 累死我了 我已经三天没出门了 紫马瓜妹 Type A的进度终于到了第三包了 它这个Type A是室内软装 然后Type B是硬装 就是一个是打造房屋的外部结构 一个是丰富房屋的内部内容 这个玩具 主打一个西 所以高酸肺痛 天已经黑了 我在看那个朴宝营的新具 然后拼 这个是最后 我这边Type A的最后一包 这个是刚才那个大的 繁殖出来的四个小的 它这个真的很像一个很可爱的水族箱 高透的塑料 我感觉这四个也得 一个也得至少一小时起 我感觉我拼的好慢 哎呀我的天哪 开关在这儿 哇怎么那么像金玉 这就是职场 这就是职场 昏暗的职场 海绵宝宝 你怎么面黄巨秀的 这去厕所 厨房还是厕所 只有谢老板 谢老板精神非常好 他大家都是非常的萎靡 我不知不知从外面吃个饭 然后回来已经拼到12点多了 我明天还要去医院 这个海绵宝宝 他有个弹簧台 你看他的小窝 小窝的饭碗 然后他三件替换装 衣服都在这儿 先把海绵宝宝的小公寓 给拼起来了 海绵宝宝的床 看起来好厚 现在就是把Type A Type A和Type B这样合起来 这七星为止 拼过的最大的一个玩具了 怎么长看更牛棚似的 小爸爸参与了全过程 只是什么忙都没能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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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最后一边备完整 小小 老大 白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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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